供疗区的人离离老人服务据典至今每周一到五都有免费的课程 教老人家做劳作运动让长辈们生活更加的充实快乐 然而关怀据典门口却是缺乏无障碍的设施 让阿公阿嬷们行走相当不方便 而区公所也同意要尽快来动工提供长辈们更好的生活空间 跟随着老师口号做运动流汗 老人家的神情充满元气 满是不服老的生活姿态 供疗区人离离的心意社会关怀协会据典 是这群老人家平日的上课空间 除了免费教他们坐牢坐运动 还有无障碍厕所定时量体温血压等设备 跟着饮法的大家吃起美味午餐 老年生活惬意自在 目前这个据典大概是我们有十位的长辈 那我们基本上是在九月去年的九月成立的 那我们所有看到我们现在先看到的作品 都是我们长辈在这里 其实早上跟下午都会有一些生活 就有他们的活动来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所做出来自己的成品 这里的长辈其实我们比较期待是他们来到这边 有一个学习的环境的空间 可以促使他的身心灵的成长 然后也会让长辈更开心 更活耀 所以我们会有聘请专业人员在这边可以协助照顾长辈 做得很好 然而据点去年才开始服务 建筑的门口阶梯缺乏无障碍设施 许多拿着拐杖的长辈需要下阶梯 好令人担心 我们这个关怀据点每天大概有将近20位的长辈 来这边 每礼拜一到星期五 五天几乎大家都全勤 因为这个点安排的课程非常的丰富 那长辈年纪有比其他据点 年纪也比较大一点 那因为上下楼梯还是有点不方便 所以我们也积极争取周恩前站的预算 那经费已经下来了 那我们会积极在我们一起在这边做一个三公子宽的鞋波套 沿着我们这个围墙 那长辈如果说做容易的话 他就会很安全 也很方便的来到我们这个星期关怀据点接受服务 来参与的长者们大多住在附近 走路过来一起上课交朋友 带给他们许多高龄生活乐趣 屈公所表示会尽快开始动工 将无障碍设施提供给这些需要的快乐长辈 记者萧浩文共聊采访报导 1膨额 3膨额 2脚 4膨颜 5 2 2 4